Hello朋友们,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智 现在是早上8点半到9点 我们打算去爬山去hiking 我感觉已经很久没有起这么早了 我真的觉得好困呀 但是我们已经计划好了 所以还是跟朋友出来玩了 但是今天的天气不是特别的好 有很多的云 待会看看会不会下雨 我现在非常需要一杯咖啡 今天我们来的这个吊桥公园 是在温哥华一定要打卡的一个自然公园 打卡是一个网络用语 表示自己到达了某个地方 参与或者完成了某件事情 例如人们可能会在社交媒体上 发布自己在景点、餐厅、健身房等地方的照片 并附上打卡的标签 表示自己曾经来过这个地方 或者参与了某项活动 我们早上9点就到这个公园了 但是人已经非常多了 大家都很喜欢来这里享受大自然 我们走过来了 中间有一段特别的摇晃 哇 走得好累啊 但是我们已经过来了 哇 这个是树之间有一些桥 我们想去看一下这个 感觉很好玩 这棵树好大呀 哇 超级高的一棵树 在大自然中散步或者爬山 在中文里 我们称这个活动为徒步 它是一种有氧运动 对身体健康有很多好处 我很喜欢徒步 因为徒步可以与大自然建立联系 减轻压力 提升心理健康 另外 徒步对我来说也是一种社交活动 我经常和朋友们一起去森林里散步 享受大自然 我还喜欢用运动手表和软件 来记录自己的徒步路线 这样很有成就感 你喜欢徒步吗 你认为徒步最吸引你的方面是什么呢 这是不同的手掌 这个是熊的 好可爱 像一个爱心 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的新视频了 谢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 我们刚才 现在就是从这儿走下来的 好高呀 现在看起来 这是一个小的咖啡厅 可以买喝的 还有冰激凌 再走一次这个桥 你恐高吗 这里看着真的很高呀 这是一个大树根 可以看到它有好多年轮 不知道它有多大了 这里全部是空的 可以看到下面 是一个小的咖啡厅 就是一个小的咖啡厅 中文字幕志愿者 现在下雨了 我们领到了免费的雨衣 现在大家都穿成一样的了 大家都是绿色的雨衣 好了 我们现在准备出去了 现在下雨了 然后差不多是12点钟 我们可能去吃一个午餐